99%婚姻不幸都是因为接下来这三个原因 第一个缺乏眼光是婚姻不幸的开始 我做咨询那么久 发现那些结婚越急的人越容易后悔 就像我一个朋友的女儿 25岁刚毕业的时候 又非要远嫁到另一个地方 拦都拦不住 现在后悔了 说当时怎么那么傻 其实不是傻 而是当时的眼光就是那样的 人是需要学习和成长的 当一个人站在井底的时候 他看不到外面的风景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 面对感情都不要急 先把自己提升了 把自己变优秀了 你看清一个人的本质 也能吸引来优秀的人 第二 情绪不稳定是婚姻不幸的催化剂 说实话 不吵架的夫妻真的没有 再好的婚姻都有至少200次离婚的念头 和50次想要掐死对方的这种想法 但每次情绪不好 就各种甩脸的夫妻也肯定过不好 我见过有些家庭 男的生气了就骂人 不顺心呢就发火 女的呢 因为一件小事委屈好几天 这种情绪不稳定 就是让感情降温的催化剂 第三个 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 是婚姻不幸的致命伤 王上有一段话说 我不问你不说 那就是误会 我问了你不说 就是隔赫 总的交换 昶揄